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奉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大家 我是圣乐教会李基宅牧师 替我们金基东元老监督和金圣贤监督问候大家 奉耶稣的名,祝愿上帝的爱和幸福充满在大家的身上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里 我知道大家是带着 渴望认识我们教会所介绍的那位上帝 并且也带着想要遇见他的心来到这里的 我想也有之前来过教会的人吧 还肯定有,之前虽然来过教会 但过去呢,还是对子墨不关心 然后通过传道再一次来到教会的人 尽管很多人来过教会 但又陆续地离开了教会 因为他们认为这里没有他所想要的东西 所以就离开了 不过也有人在这里遇见了上帝 我希望在座的所有人都能遇见上帝 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幸福和喜乐 并得到关乎生命的一切事 为此大家要亲近上帝 并且为了接纳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一切 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这不是靠着人的力量就能够得到的 倘若大家如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话 那么即使上帝想要赐给我们什么 我们也无法得到 所以有人很努力地过西洋生活 但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觉得 这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就离开了教会 然后又通过某个契机 再次回到了上帝的面前 因为我们的人生很短暂 所以尽可能地快一点 迅速地认识上帝这是最好的 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 就会发生一系列的事 使你的人生变得完全不同 认识上帝和不认识上帝的差异 真是天壤之别 认识上帝之前呢 我从未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所以为了得到幸福 不断地在挣扎 但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在黑暗中度过的 可自从我遇见上帝之后 几乎每天都在说我很幸福这样的话 而且也祝福别人说 愿你们幸福 并且在我里边的喜乐从未停止过 当然大家看到我现在的脸有点僵硬是吧 在生活当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类艰难的事 但这喜乐却丝毫不受影响 常常充满着喜乐 即使这世上有很多可怕的事 但这些却无法夺走我们心中的那份喜乐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这永远不变的幸福和喜乐 我们要得到的呢 是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东西 不是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 而是要得到上帝他想要赐给我们的才行 那到底上帝想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用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就是真理与圣灵 上帝为了将这些赐给人 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也做了极大的牺牲 最终赐给我们的就是真理与圣灵 让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吧 真理与圣灵 真理 圣灵 大家觉得很陌生是吧 真理 上帝把真理给了我们 圣灵 上帝也把圣灵给了我们 耶稣说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耶稣还说 我就是真理 换句话说 就是上帝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 也就等于把真理给了我们 而且他又赐下了圣灵 圣灵是什么呢 圣灵是圣界的灵 上帝的灵 唯独住在上帝里边的灵 人是有灵的存在对吧 上帝也有灵 上帝的灵就称为圣灵 真理是上帝的儿子 也就是说 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 又把自己的灵给了我们 可以说 上帝 他把他自己的一切都给了我们 把自己的骨头和肉都给了我们 上帝把他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如同心脏一样 生命一样的东西 通通都赐给了我们 这原本是上帝的 但他却把这些都给了人类 人类自己把自己定义为 成是动物的后代 上帝正式对待这样的人类 付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了我们 真理和圣灵 大家做好接受他们的准备了吗 大家现在来到教会要得到的 并不是成为这世上的富翁之类的东西 又有人说 信了耶稣 内心就能得到平安 但我们不是仅仅为了得到平安 而来到这里的 又有人认为 信了耶稣 就有了祷告的对象 所以考大学的时候可以祷告 找工作的时候也可以祷告 但我们并非 只是停留在寻找心理 依靠的这个阶段 我们真正要得到的是 上帝想要赐给我们的 就是真理和圣灵 如果大家对此毫不关心的话 即使上帝想要赐给你 你也得不到 最终只能与之擦肩而过 所以很多人也来到了教会 最终也转身离开了 也许有人会说 哎呀去教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但他们没有在教会遇见 真正应该遇见的那一位 也就是说 没有得到真理 也没有得到圣灵 真是非常的可惜 因此大家现在就要决定好 自己到底要得到什么 我们要得到的是真理 真理用另一个词语来表述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真理 真实的 真实的 真实的反义词 是谎言 虚谎 虚假的 所以真理呢 是最真实的 上帝是真实的一位 他不欺骗人 我们所信的上帝 他不说谎 人说不说谎啊 当然会说谎 那有不说谎的人吗 不是有那些不爱说谎 而且很善良的人吗 有些人下决心说 我不再说谎了 但这个人真的就因此 就不说谎了吗 他依然还是会说谎 尽管有不想说谎的 不想说谎话的那种心智 啊我不能说谎 有这样的心 却没有能力 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 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 还是会继续说谎 还有 遵守自己的话 才不算为骗人 但人却无法说到做到 哎呀你不要担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真的会好起来吗 你能为这话负责吗 都只是安慰别人的话罢了 但这却成为了谎言 你不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吗 你不是说不用担心吗 但这都是骗人的 还有人说我会永远爱你 我们不要改变 我对你的心永不变 这也是骗人的 他说的是实话吗 是假话 哪怕两个人至死不渝的 厮守到老了 也同样成为了假话 不是说好要永远在一起吗 但你怎么先走了呢 怎么先离开了呢 人再怎么想要说真话 也无法去遵守 人的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最终都只能变成谎言 而且在这世上生活久了 对那些谎言也就变得习以为常了 前不久 我买了纯橙汁来喝 百分之百的那种纯橙汁来喝 因为我是一个敏感体制 如果喝了那些加工过的 或加入了某些添加剂的饮品的话 身体马上就会起反应 非常的敏感 所以从某一瞬间开始呢 我就不能吃那些东西了 会有咳嗽这样的强烈的反应 所以只能吃纯天然 无加工的东西 于是我买了百分之百纯橙汁 但我发现它并不是纯粹的橙汁 味道不太一样 我吃过鲜榨的橙汁 但我买的和鲜榨橙汁的味道不太一样 好像是添加了什么东西的味道 但包装盒上却明明写着百分之百纯果汁 我仔细看了看才发现 这里边有柠檬酸 钠还有其他的添加剂 但在包装上却公然的写着是百分之百纯果汁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原来他们在那个原液里边 添加了水 还有柠檬酸 钠这类的东西 但那原液是百分之百的纯果汁 那上面是这样写着的 虽然那原液是纯粹的果汁 但又放了一堆其他的添加剂 那么这能算是百分之百纯果汁吗 当然不是啊 但外包装上却是这样写的 不过要是仔细看那个成分表的话 他们也明确地表明了添加了那些添加剂 但这是虚假的 骗人的行为是广告的手段而已 就像这样广告总是在欺骗消费者 所以人们对此也司空监惯了 还有当我们看新闻报道或时事的时候 也会发现很多荒唐的事对吧 特别是看到那些网络新闻上的题目 点进去一看 发现里面的内容和题目毫无相关 有的题目写的是谁和谁离婚 然后加上一个问号 所以人们想 哇他们俩离婚了吗 然后点进去一看 就会发现上当了 他们也不会对此负责 为什么呢 因为加上了那个问号嘛 所以他们能够这样肆无忌惮地 报道虚假的新闻 因此人们把这些网络媒体叫做什么 不管他们叫做记者 而是叫他们记垃圾 把记者和垃圾组合起来 称作为记垃圾 因为人们上了太多的当 所以才给他们起了这样的名字 用来贬低他们 但这又是他们的职业 他们必须得想尽办法吸引人的眼球 所以才不得不这样做 做餐饮也是如此的 我去中国的时候见到了某位牧师 那时他正在农村搞了一个副业 就是卖烤鸭 但我却发现他在说谎 他在做生意的时候 就利用虚假手段去欺骗人 所以我劝他说 你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妥当啊 他回答说 不说谎就做不了生意 想要做生意就免不了说谎 当然了 对此我可以表示理解 做生意就要留下利润的空间嘛 所以渐渐地对说谎 也就变得无所谓了 但这世上的所有的商人 也不都是靠欺骗的手段经商的 但不知何时 他却已经习惯了说谎 那这人的信仰生活会怎么样 把说谎当做如此平常的事 他的信仰会怎么样呢 还有一次 我之前认识的一个人 去了某个地方 在回来的路上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 我们稍作休息 大家都下去喝了杯咖啡 然后又重新坐车继续出发了 但这位上车的时候 手里拿着一杯咖啡 但那杯子呢 是在服务区食堂里面用的 那种铝制的杯子 也就是说 他把食堂的杯子带出来了 我看了以后 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问他说 你拿的那个杯子 是在食堂里面才用的 你这样擅自拿走可以吗 但那位却满不在乎 对我的话置若妄文 他不仅是出入教会的人 而且还是在教会做工的人 后来他变得怎么样了呢 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我刚才说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真理 他是最真实的 但是 想要接受真理的 这样的人的心中 却充满了对虚假 感到无所谓 满不在乎的态度 他们真的能够消化这真理吗 并不能 因为他的心总是会变得歪曲 变得邪癖 其实领受了真理 最终在他们那里 也都成为虚假的了 所以有多少和我们基督教 似而又非的宗教啊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 就非常想要认识上帝 所以我就故意常常坐在 校园里的那种长椅上 因为会有那些专门给 新生传道的前辈们来传道 所以我特地坐在长椅上 等着他们来靠近我 终于有一个人来给我传了福音 于是我就跟着他 开始学习起了圣经 那个人他还跟我说 他是我这个学科的前辈 每次我们一起学习圣经的时候 他还专门给我买面包和热牛奶 当时和他一起学习的是 暖亚洪水是个真实事件 类似这样的内容 在跟他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渐渐地对这个人 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 后来我发现 他不是我们学科的前辈 还有他和我说的很多话都是假的 我觉得太荒唐了 所以去问他说 你不是我学科的前辈是吧 还有你说的这些内容都不是事实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回答我说 为了传真理 偶尔也可以说一些谎话 我说 我不想学习那样的真理 就这样不再跟着他学习了 然后他要求我说 让我把买面包和牛奶的钱还给他 原来他的心是这样的呀 就这样我俩就分开了 后来我知道了一个叫做JMS 也就是所谓的邪教宣教的团体 这是一个伪装成基督教 实际上是跟随那自称是基督的人的团体 由于我当时还是一个不信者 所以对此还不太了解 那个人就是那个团体里面的成员 但我感到非常的感谢 为什么呢 如果当时我认同了他所说的 为了传真理 可以偶尔说一些假话这样的观点 那我现在可能就加入那团体了 但我却无法同意他所说的话 我想遇见的是真实的那一位 我为了 我为这世界不存在真实这个事实 感到非常的痛苦 所以想要遇见真实的那位 然后彷徨寻找了那么久 他却告诉我 为了遇见那真实的 可以使用欺骗的手段 这前后是不一致的呀 所以非常感谢能够远离了他 如果大家真的下决心 要遇见真实的那一位 并选择真实的话 就一定能够遇见他 但前提是要彻彻底底的真实才可以 不然只是适当地选择真实 又开始慢慢妥协了的话 就会走向另外一条路 假如大家实实在在地 想要遇见真实的那一位 那么即使有再多的妨碍 就像水一直往下流一样 最终必定会遇见上帝 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真实的 上帝他从未违背过自己说过的话 必定会照着行 所以我们才说只有他是信实的那一位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上帝所差来的儿子呢 耶稣基督降世前的两千年前开始 上帝就早已向某个人预言了 然后从一千五百年前开始 就有人陆续地记录了这些内容 直到耶稣来的四百年前左右为止 也有人不断地记录关于他的内容 也就是说一直有对耶稣的预言 这些预言就记载在我们圣经里面的旧约里 旧约圣经呢 是由不同的人 三十多位记者记录下来的 他们不约而同地记录了同样一件事 在不同的年代 耶稣正是照着这些预言来的 也就是说 按照自己所说的一一的都成就了 上帝是真实的 而且耶稣来到这世上也说了许多话 又给了我们应许 那话语也都一一的成就了 比如他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 守安病人 病人就避好了 奉耶稣的名就能赶鬼 又说心方言 果然 在两千年后的今天 在我们身上也照样发生着这样的事 他还说 我离开你们是有意的 为什么 因为他赐下应许给我们说 我去父那里要拆下圣灵 而圣灵真的降临在那些等待领受圣灵的人身上了 他还说 你们现在不明白我说的话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就会让你们明白过来 他还要把你们带进真灵里面 的确 圣灵来了之后 忽然就能够相信真理了 能够把耶稣所说的话语当作事实来接受了 这是许许多多领受圣灵的人所经历到的 也是我经历到的 我这个人真的很固执 所以一般 不怎么听信别人的话 再怎么给我传福音 我都没有信 但直到我领受圣灵之后 这所有的话语 关于耶稣的一切话 我忽然变得能够相信了 这是我在世上从未有过的体验 所以大家一定要领受圣灵 还有我们为了得到那真理 所以一定要有可目真理 可目真实的心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是真理 是真实的 所以必须要有可目真实的心 这样才能够遇见他 还有我之前说的另外一点是什么 真理和什么 和圣灵对吧 我们要领受的是圣灵 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 这意味着什么呢 圣灵是上帝的灵 上帝呢 他又是比天还大的 至高的那一位 他也是造主 全知全能的一位 这样的上帝把自己的灵赐给了谁 起码要给那些和上帝同等级的人才对吧 同等级别的人 那么如果上帝要给人赐下圣灵的话 他应该把圣灵浇灌在哪里呀 怎么也要把全人类都聚集在一块 然后在那里赐下圣灵 这样级别才能达到对等的状态 是这样吧 但并不是这样 他把圣灵赐给了每一个人 请大家仔细地想一下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现在上帝不是要把他的圣灵赐给大韩民国的代表 也不是给联合国主席 而是要给谁 要给每一个人 这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呢 竟然要赐给每一个人 这每个人这样的概念是从什么时候有的 每个人也叫做个人对吧 个人 过去我们国家所使用的词汇里边 有个人这个单词吗 世宗大王时期有个人这个词吗 人臣窝乱的时候 有个人这个词吗 都没有 那个时候连个人这样的概念都不存在 根本没有意识到 也没有注意到个人这个存在 我们国家在朝鲜时代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名字的 只有一部分贵族才有 平民百姓是没有姓名的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 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的人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字 非常令人惊讶对吧 如今大家都有自己的名字 所以想当然的认为 过去藏在这地上生活的居民 也同样都是这样的吧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特别是女性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 那过去是怎么称呼她们的 叫她们小丫头 称呼男人呢 叫她们狗蛋 丫头啊 狗蛋啊 这样的叫她们 因为没有名字嘛 但是 开始建立了近代国家之后 为了给每个人赋予相应的权利和责任 所以普遍才开始有了姓名 就像这样 过去在这地上并不存在个人这样的概念 所以个人这个单词呢 是在1800年由日本人创造的 在这之前甚至连这个词语都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 根本没有尊重个人的概念 那么2000年前 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况呢 当时存在个人的概念吗 每个人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吗 比如说像现在还有人问你 你想要吃什么 那在过去会有人这样问你吗 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再往前1000年 孔子的那个时代 有一次 孔子他听见自己家的马鹏失火了 然后马上赶了回来 接着他问了一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 在他的弟子看来 实在是太荒唐了 所以他把这句话记录了下来 那他到底问了什么呢 他说 没有人受伤吗 现在马鹏正在着火 但孔子却问 有没有人受伤 这句话给弟子带来很大的冲击 所以他把它记在书上了 为什么会受到冲击呢 因为孔子问的是人 那正常应该怎么说 肯定首先得问马的损失情况 但孔子却问了 人没有受伤吗 所以那弟子感到太惊讶了 所以就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了 当时的人呢 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人和马相比的话 谁更值钱 马的价格会更贵 要买一匹马的话 就需要五个奴隶 这样价格才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说 人和马中间必须要死一个的话 那要死的肯定是人 不能让珍贵的马死 当时就是那样的时代 到处都有战争 无数的人 就这样毫无价值的死去的那个年代 反正人死了再生一个不就行了吗 所以那个时候孔子问的那一句 没有人受伤吗 就给其他人带来了这么大的冲击 其实放眼全世界当时都是一样的状况 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说了什么呢 真的是这世上从未有过的话 耶稣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受敬礼 也就是说 人要各自悔改 各自重生 各自去遇见上帝 这里边 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异 奴隶也好 贵族也好 还是法利塞人或者是宗教指导者 一或是平民都没有关系 耶稣说的是 个人要悔改 个人要遇见上帝 而且在每句话的末尾都强调了个人 比如说 要照个人所行的 报应个人 在当时这是根本没有的话 现在因为大家听得太多了 所以觉得很熟悉 对吧 但在当时 这却是识破今天的话 所以 每个人 个人 这样的概念 就是从耶稣来的 人类历史上 最先开始尊重个人 无论贫富贵贱 突破贵族与奴隶的界限 去尊重个人 是从耶稣起始的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在耶稣眼里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呢 为什么他把每个人 都视为同等宝贵的存在 为什么 现在我们教会里边 不但有公司的老板 也有捡垃圾的人 还有教授和学生 但他们在教会里 都是一样的 作为一样的圣徒 与上帝见面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教会 重视的是什么呢 教会重视的是灵魂 所以才能如此 是灵魂 假设 看中的是 每个人的职业的话 那就无法成为 同等的存在了 但在现在 我们教会地下 停车场服侍的人当中 也有我们 也有公司的老板 但从外表来看 看不出任何的差别 所以在教会里边 出租车司机 和开公司的老板之间 他们根本不存在 任何的上下级的关系 有的时候 我们也因着 没有丢弃 救人的品性 开始和别人发脾气 说请你好好的干活 有时还会 斥责那老板说 请你好好做接待 但那老板 在自己公司的时候 会怎么样啊 但在教会里 却和别人一样 做着这样的事 为什么在教会 能够这样呢 因为教会 重视的是灵魂 重要的不是性别 不是身份的贵贱 或者是什么 学识或职业的差异 而是因为 教会把焦点 放在了灵魂 所以这样 珍视每个灵魂 耶稣为何如此的 强调每个人的灵魂呢 因为在耶稣眼里 看到的就是灵魂 自从发现了 灵魂的价值 人才开始承认 个人的权利 和作为人的尊贵 上帝把自己的灵 浇灌在哪里了 正是浇灌在 每个灵魂的里边 所以说 哪怕这个人是个乞丐 但只要信了耶稣 上帝就会把自己的灵 浇灌在他的身上 假如我现在到美国 要求和特朗普总统 见面的话 他会答应吗 绝对不会的 还有我现在和美国说 我要向你宣战 我们两国现在开始交战吧 那美国总统会因此 而准备开战吗 他压根都不会 搭理我对吧 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权利 虽然大家同样都是人 但他根本不会理我 何况现在上帝 要和我们相交 这像话吗 比天还大的上帝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总统中的大总统 这样的上帝 竟然要和我们人类 这样一对一的见面 让那些妇女们 还有学生们 甚至恨恶上帝的人 每一个都可以亲自遇见他 这像话吗 而且上帝没有把所有的人 都聚集在一块 一次性地赐下了自己的灵 而是一一地询问了 每个人之后 向那些愿意领受圣灵的人 赐下了自己的灵 也就是说 他把每个人都抬举到了 上帝的水准上 所以 从耶稣基督开始 人才开始 把自己视为尊贵的存在 也开始尊重每个人的自由 也就是说 开始意识到了自由 耶稣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自由是谁的呢 自由是上帝的 人原本没有自由 一生都在受挟制 没有钱 没有食物 就活不下去 冻死了 或被打死了 生命就彻底结束了 如果要是爆发战争的话 也就只有丧命的份了 世上没有一件事 是随自己的心愿的 没有丝毫的自由可言 唯独上帝 他才是自由的 即使下决心说 我要诚实的生活 我讨厌虚假 但也无法脱离他 再怎么讨厌死亡 也无法躲避他 再怎么不喜欢疾病 你也无法脱离他 但全然不受任何束缚 完全自由的自存者 只有上帝那一位 但这位上帝 又把自己的圣灵赐给了我们 所以有圣灵的地方 就有了自由 也就是说 上帝让我们得到 和上帝一样的待遇 就像这样 赐下圣灵 意味着上帝 把每个人都视为 是尊贵的 宝贵的存在 所以才让我们拥有了自由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真理 然后就是圣灵 若想要得到自由 而若想要得到真理 首先就要有 渴慕真实的心 对吧 那要领受圣灵 该怎么做呢 既然上帝 如此地抬举了我们 但如果我们 自清自荐 把自己当作 垃圾一样的话 能得到圣灵吗 如果我们 不好好地 真爱自己 不把自己 当作尊贵的存在 那么是绝对 无法领受圣灵的 所以要认识到 自己是尊贵的 也要让自己得到自由 为此要充满 对自由的渴慕才可以 可是人类自己 总是藐视自由 偏要选择成为 钱的奴隶 肉体的奴隶 而往那边走 就是成为肉体的奴隶 最的奴隶的路 但是换一个方向 就有通向自由的路 但人还是为了 成为罪的奴隶 而选择奔向奴隶之路 各位 我们在生活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 但忽然有一天 经受不住诱惑 有了外遇 该怎么办 若选择开始 这段不伦之恋的话 就会产生这样的局面 一面是一条快乐的路 但不会长久 为此你得开始说话 又得开始承担风险 还有我所拥有的一切的名誉 和人际关系 都处在随时可能被破坏的边缘 甚至有人为了隐藏这些丑事 会怎么做 成为凶手去杀人 对吧 圣经里边出现的大卫王 这个人物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 他犯下了隐形之后 为了掩盖这事 就把那女人的丈夫给杀了 他没有自由 哪怕明知道将来会如何 人也总是一无反顾地 选择那成为最的奴仆的路 就像这样 人不想拥有自由 还总是想要成为这世界的奴隶 物质的傀儡 连赋予给自己的自由 也轻易地丢弃了 如今 很多人不愿拿着自己工作 挣的钱买自己想吃的东西 反而更倾向于说 为什么国家不给我吃的呀 国家给每个人分配食物 该有多好啊 这样的呼声和想法越来越多了 但是各位 到底是给你们分配食物好呢 还是在你想吃的时候 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好呢 作为人 最基本的尊严 就是由自己来决定 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不要侵犯人身自由 这属于身体的自由 当这些权力被别人侵犯的时候 人就会有种屈辱感 但人们却越来越喜欢 国家来分配食物 这种模式所形成的国家 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由国家来给你们分吃的嘛 这样会给人带来幸福吗 慢慢就会变成 给你什么就吃什么 不会再问你想要吃什么 这样的话了 一旦人受到尊贵的待遇的话 就会一直有人来问你 征求你的意见 飞机里边有头等舱和商务舱 坐头等舱的话 会有人问你更多的问题 即使坐商务舱的时候 也会有人问你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会问你什么呢 你选择吃牛肉 还是吃鸡肉 吃米饭还是吃面条 所以有这样的一次经历 我坐飞机的时候 我刚要回答说 给我米饭吧 但是却口误说成了 给我大米吧 应该说给我米饭才对的 但说成了给我大米 说完之后 我自己都觉得挺可笑的 但幸好 他们还只是问了我这些问题 就不再问了 之前我和家人一起去了 一家叫做TGIF的洗餐厅 最近好像看不到那家店了 我去那里用餐的时候 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头疼 请问你要哪种蔬菜呢 汤类要选择哪一种 选择吃什么肉呢 要煎到几分熟 要喝什么饮料呢 就这样一直在问我问题 但服务态度实在是太亲切了 反而让我感到很有压力 因为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 并且他们都是跪着 眼睛和你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 脸对脸的这样进行服务 搞得我都没有办法和他们对视 真的快疯了 所以我再也不想再去那家店了 这都是因为没有受过 如此尊贵待遇的缘故 相应的 坐在头等舱的时候 那问你的问题就会更多了嘛 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话就变成了 给你什么就吃什么 在监狱里的话 那情况就更恶劣 只能吃牢饭了 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我在服兵役的期间 完成了新兵训练后 成为了初级士兵 也算是稍微有了点资历 但那时我却从一个老兵那里 感受到了深深的屈辱感 后来甚至到了憎恨他的地步 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新兵阶段成为初级士兵的话呢 就能够看书了 所以别人在玩的时候 我就利用我的自由时间开始看书 但有一个新兵 想着照顾我们这些队员 就和我们说 你们现在睡觉 就这样 忽然大家就铺上被子 大白天地开始睡觉了 他是为了我们着想才这样做的 接着大家都这样躺下 我也铺好了被子 坐在上面对着墙开始读起了书 然后那个老兵就对我说 你睡觉 我当时也没搞清楚情况 于是我回答说 我想看一会儿书 接着 这个老兵说了什么呢 他也不多说什么话 就是狠狠地瞪着我 用很可怕的眼神 然后对我说 睡觉 当时我是什么感觉啊 我觉得我成了一头猪 被他们逼着吃饭 睡觉 在我刚进部队的时候 那个老兵给了我一个苹果 他说吃了它 然后我说 我想过一会儿再吃 然后他手就要上来了 老兵给的东西 你竟敢说等会儿再吃 我明白过来情况之后 就开始大口大口的 啃着吃完了 然后不是会剩下苹果盒吗 我就一直拿着这个剩下的苹果盒 那老兵看到了以后就对我说 怎么你是想让我去丢掉它 我赶紧说 不是的 接着我做了 我怎么做的呢 我直接一口把它吞下去了 那时我的感受是怎样的 我觉得自己成为了一头猪 因为像你睡觉吃 妈妈对孩子还非常小的时候 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但妈妈最近也都不这样做了 但他们却对一个大人这样做 他们有尊重你的尊严吗 没有 可对此已经习惯的人 不仅愿意 还喜欢这样的做法 而且因为自己从未受到过尊重 所以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这样的人果真能够承受上帝给我们的尊贵的待遇吗 能承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吗 他们无法承受这些 所以我们若想要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和圣灵的话 就真的要有一颗可目真实的心 并且 既然上帝给了我如此尊贵的待遇 那么我也要把自己当作尊贵的存在才行 这样才能一拍即合达成一致 大家来到我们教会 并不仅仅是为了信耶稣 从而融入到韩国人的宗教文化里边 而是要真正得到那活着的上帝 所要赐给我的一切 然后去消化它 使自己成为像上帝一样的存在 由于每个人的信仰生活的经历和阅历都不太一样 所以会存在一些差异 但上帝通过这一切想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个 奉耶稣的名 祝愿大家都做好这样心理上的准备 拥有并且享受上帝所赐予的一切 让我们祷告吧 上帝啊 感谢你赐给我们真理 又赐给我们圣灵 使我们能够得到上帝所拥有的那生命和属乎敬前的一切事 求你让我们真正的得到这一切 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担当这一切 让我们拥有这样的心灵吧 感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如今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引领 与心怀真理 与尊贵 并决心 接受上帝所赐予给我们一切的灵魂同在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